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王正 好 我們來談談 如果蔡英文總統 從寶可夢變成像是 艾莎公主這樣的角色 大家知道艾莎公主嗎 在冰雪奇緣裡面的這個角色 不太舒服 當然不會是華麗轉身 但是她會出現所謂的 陸客Let it go的冰雪兩岸 只是觀光旅遊面臨了韓海 但是卻在這個時候 揮著司法改革的大旗 廢除特徵組 而且還派顧立雄 以洪荒之力來追討黨產 究竟這背後有沒有什麼算計 我們在今天都會有一一的討論 先來請右正介紹來賓 好 介紹資深媒體員邱明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黃靜平 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鴻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委員會副主委 王孟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些媒體人黃光晴 光晴姐 大家晚安 好 這個要為什麼 今天我們要講冰雪奇緣 不是 應該是講艾莎 也不是 其實我們要討論是蔡總統 其實因為今天我們的旺報 用非常大篇幅報道了 一個旺報的一個論壇 當然討論的就是 觀光業現在受到了重創 所以蔡英文張曉月 被封冰雪公主 這個話當然不是我們媒體人 自己說的 而是在這個參與論壇當中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徐甄衛 他特別強調的是說 希望蔡總統不要再對於 兩岸的這個問題 再不硬 不理 不睬 然後讓陸委會主委張曉月 就變成了當冰雪公主 Let it go 成為兩岸主題曲 所以他提出了這樣子一個呼籲 我們在今天當然要深入來探討 我們先來看 今日最大掛交給佑正 好 謝玉琴 今天是8月11號 從昨天開始 我們要幫蔡總統 好好倒數你的執政百日 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重奪人民的信任 看一下 剩幾天 好 8月11號到現在 只剩下17天了 這17天當中 大家有沒有對蔡總統的執政 感到一陣冷騷騷 所以我們說 現在的蔡總統 不是空心蔡總統 不是空姐總統 而是艾莎總統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這畫面 真的有一點驚恐 有點驚悚 而且感到一陣的涼 從腳底涼到了頭頂 好 首先我們要說到了 蔡英文上任之後 當然好多東西 通通是冰封 極凍 第一個 剛剛玉琴提到了 我們的陸客極凍 觀光也很慘 我們的主權極凍 太平島 管你世島還是郊 再來我們的國防極凍 所以射出了一枚雄三飛彈 總統不通不仰 也無所謂 另外我們的兩岸交流極凍 所以二十四名陸客 在台灣丟掉了性命 蔡總統一樣是 沒火 沒馬賽 好 繼續來看到 除了這些極凍之外 我們親眼居然發現了 我們的國家機器 好像也跟著極凍了 最近傳出一個新的議題 是法務部長邱泰三 他順著民進黨立委 蔡逸宇的提案 打算在10月 要把特徵組給廢掉 當然 從民進黨的立場來說 他們覺得特徵組是一個政治操作的打手 而是人民對抗權貴 而且法辦貪腐高官的最後防線 包含了政府總統 委員院長 部會首長 甚至軍中的上將 只要犯法 特徵組通通有權 直接偵辦 這樣的一個組織 現在蔡英文 蔡英文政府急著要把他廢掉 難道是心裡有鬼 怕特徵組哪一天 辦到自己的頭上來嗎 好 說到了追打國民黨 另外我們再看下一張手辦 不得不提的就是 才剛剛闖關過關的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現在委員會也馬上設立了 主委是誰 主委就是畫面上你看到的這一位 平扁大律師 綠營的御用律師 顧立雄 顧立雄他原本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現在為了當主委 所以卸下了部分區立委的職務 那麼現在他也說 他會去找洪秀柱國民黨主席 大家好好來談 還設出了追討三件 包含現有黨產 要優先處理 侵占的財產 通通歸還 設幣的財產 檢察官請你好好辦 好當然有人也提出了質疑 針對顧立雄的背景 你適合當黨產 這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主委嗎 我們剛說到了 他是停品律師 他是綠營的御用律師 他是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 那麼甚至他曾經還想代表民進黨 來參選台北市長 當時成立這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時候 宗旨叫做超越黨派追求真相 但是顧立雄 你這麼有色彩 這麼沒有黨派的一個人 難道適合當主委嗎 再加上 當初在立法院就是他主導 這個不當黨產條例 權力闖關 現在又來當主委 難道不會求援兼裁判嗎 同時國民黨還提出 這個顧立雄 現在放著部分區立委不做 跑去當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主委 是不是想增強媒體的曝光度 讓他能夠有機會挑戰 2018年的台北市長呢 好多的政治算計 蔡政府很會玩 但是針對民生 針對台灣的主權 針對兩岸的極動 到目前為止 卻都無計可施 好 待會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從廢除特徵組 到底有沒有必要 慢慢談起 首先聽聽看法務部長邱泰山 他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也有很多的案子 就是受到各界的這樣的一個質疑 沒有人有辦法去對他 做任何的監督 完全無法來做事後的 這樣的一個檢討 蔡英文總統實在是 陳水扁的忠誠的支持者 綠雲高官都怕被查辦嗎 所以需要來消滅我們的特徵組 是要求心安的嗎 好 剛才我們看到法務部長 邱泰山的說法 是在今天行政院會會後的記者會 那麼他也提到了 就是要特徵組要廢除 我想這個態度 其實非常明確的 金平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如果這樣一算的話 最快10月份 特徵組就要廢除掉了 當然有人質疑就說 法務部長邱泰山 其實是什麼 是政治清算的打手了 因為你要廢特徵組 其實是因為過去以來 是只辦綠 不辦藍 其實是有偏頗的你的看法 其實特徵組 你說到10月 如果最快這個時間要廢的話 到現在今年 大概從07年到現在 也太快快10年了 所以其實說起來很諷刺 當書說要成立特徵組 也是在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06年 07年 而且當時提案在立法院 要求特徵組要法制化是誰 大家絕對想不到 就是這一次提案要求 廢除特徵組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學法出身 律師出身的蔡毅瑜他的老爸 民進黨當時有立法院 三保之稱的蔡啟芳 所以現在兒子打領老爸 他後來當然自己也說什麼 老爸很後悔 常常在臉書上罵特徵組 什麼當時是他老爸提案 要求法制化成立的這個特徵組 現在由他完成老爸的心願 也算是聊了一樁事情這樣 但是講這樣子 我覺得有點戲虐 但是也有點 真的非常的諷刺 當初你成立特徵組 你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形式上大於實質上的意義 你當初是不是一種宣誓的效果 因為特徵組的前身 大家都知道是 茶器黑金行動中心 在最高法院檢查組的時候 然後後來成立了特徵組 調集了各地精英的檢察官 沒錯 特徵組在中間這十年來 辦了很多的案件 最讓大家印象深刻 然後就是辦秉案的時候 現在很多的案子 結果辦到了民進黨你們自己人 現在你就說要廢除 好 當然你說要廢除 我一則以洗 一則以憂 洗的是以後就不會有人 再拿來做一個藉口政治追殺 或者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工具 政治人物 尤其是不肖的政治人物政客 把特徵組當成工具去利用 打擊政體 這是很不應該的 所以在馬英九卸任之後 是不是提了一大堆 有關於馬英九的這個案子 希望特徵組去起訴 希望能夠追下去 結果幾乎特徵組都癥結 你自己去看很多的媒體 都有報導 結果特徵組癥結之後 你現在是不是更小臉 為什麼馬英九案子就不辦了 然後就卡位 你乾脆就是洗澡要把它廢掉了 我覺得這不是一種 公器適用的心態嗎 一則以憂的是 以後關西道 我們知道特徵組當時成立的時候 很多關於重要的官員 部長成籍 甚至行政院秘書長 以前林醫師的案子 然後到陳水扁的案子 還有很多當時買官賣官案的 這些有關於將軍新興級以上 重量級的政軍人士 政治界跟軍事這個 都是地位在社會地位 成籍一地以上 不是一般地檢署可以辦得起來的案子 將來這一些重大的貪賭案件 或者是一些 有關於相關的這個弊案 還有誰來辦呢 誰能夠辦得下去 誰敢有這個膽子 像特徵組這樣 當初為了成立特徵組 就是要打老虎 現在這個宣誓意義 你也不要了 是不是鼓勵以後 你蔡政府未來八年 你就可以為所欲緣 要貪盡量貪 有弊案盡量發生 反正特徵組不在了 你們已經把這個暴妞企劃關 老鼠冤的這個特徵組 不聽你們號令的這個特徵組 給廢掉 你看當時柯建民 在前幾年的時候 馬英九在王金平 馬英正爭的時候 40柯建民也在裡面特徵組 被繳獲在裡面監聽 關書案移屬 所以柯特建民也繳獲進來 都讓人家再再覺得 政治痕跡腐著斑斑 而且就是報失仇 我們想問一下這個議員 議員補充一下 我們剛剛說 都說這個半綠不半藍 半扁不半麻 問題是我們講句公道話 扁半出來顯然就是有問題 但不能說辦不到馬 就代表特徵組有問題 這是一個邏輯上的 謬誤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另外剛剛鏡片也提到了 林醫師我們也是照辦 我們並沒有所謂偏頗的狀況 所以特徵組先要廢掉 是不是真的 有可能是民進黨的私心 廢掉以後我為所欲為囉 民進黨要廢特徵組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 當時的扁案的宿願 另外一個他們認為 馬英九的案子 你通通都牽結了 那就是辦綠不辦藍 大家剛剛也講了 林醫師案 就是特徵組辦出來的 林醫師當時是行政院秘書長 而且是國民黨執政下 所以特徵組在國民黨執政之下 可以辦行政院 辦國民黨的高官 另外特徵組還有一個大的案子 叫做宇昌案 宇昌案當時蔡英文 他們也辦了蔡英文 我想可能蔡英文懷恨在心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蔡總統 當時特徵組是把這個案子牽結了 所以後來民進黨就說 蔡英文是冤枉的 你看特徵組也沒有辦他的案子 所以他當然不是選擇顏色來辦案 馬英九辦不出來就是辦不出來 今天你哪裡就是說 陳水扁有事 馬英九就一定要有事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為什麼特徵組可以去辦扁案 我們那時候是丟臉到是 這個國際洗錢組織艾德蒙通知台灣 陳水扁有不法所得 所以那個時候才整個辦下去 所以怎麼會叫做辦綠不辦藍 另外我要強烈譴責行政院 我要強烈譴責邱泰山 你們今天如果膽敢說 今天要把特徵組 辦權貴高官的特徵組 要把它廢除掉 你行政院也有點擔當好不好 行政院居然說 請立法院來提案廢詞 他連這個責任都不敢負 我們有這樣的行政院嗎 剛才講說 特徵組因為他非常特殊 因為所有的檢察官 他是辦案經驗比較豐富的 菜鳥的檢察官 沒有辦法進特徵組 還有他本身 他有比較多的辦案的資源 但他並不是完全獨立 不受控管的 他還是要到 還是要受立法委員的監督 那麼特徵組是一個 我們講說是打老虎 是專辦權貴高官的 一個司法單位 你今天要把打老虎的組織 廢除掉 那麼民進黨原來你執政半天 是要養老虎 而且洪威他辦一辦的 中性的弊案 現在這樣怎麼辦 對 沒有錯 你把特徵組廢了 那怎麼辦 所以今天其實整個民進黨 要廢特徵組 到底你們居心何在 我們所有現在民眾最關心的 仍然是經濟問題 林軒也說 我們現在GDP沒有辦法保一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一直向下修正 我們好不容易我們的金出口 終於沒有再繼續的負成長 可是從蔡政府上台以來 他做了幾件事情 一個是先廢除掉 紅十字會的專法 是先想廢止紅十字會 接著就是來清算國民黨 接著又要把特徵組廢除掉 你全部在做的事情在做什麼 政治動爭 政治清算 這個是我們全體老百姓要的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 民進黨用說在國際上 都沒有這個特徵組的單位 不用跌床嫁物 但是在其背後的居心 我剛剛講一個政治鬥爭 認為不爽是沒有辦馬英九 不爽你辦陳水扁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最重要的目的 特徵組的對象就是全會高官 我剛才講 特徵組曾經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辦下國民黨的高官 難道民進黨你就不敢嗎 你的全會高官就不能辦嗎 就要被養老虎嗎 而且一旦有元首涉及貪污的時候 那又怎麼辦 所以這點我來請教一下光晴 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陳志忠身為阿扁的兒子 他就曾經有所謂的這個 野人三件 結果這第一件 包括追回黨產 第二件廢特徵組 第三件就是撤換 馬英九級的檢察長們 現在怎麼好像看看 都一一實現了 這真的是蔡林在遵旨嗎 可是怎麼會是遵旨是聽 陳志忠的呢 其實我反對這個時候廢特徵組 沒有一個執政黨 要面對未來可能查這個部長 吳院院長 政府總統 還有將官的這個特徵組 你們自己執政黨 你把它廢了 那這算什麼呢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絕對沒有辦綠不辦藍 大家都舉例 我再補充 過去牙醫師工會跟中藥商 這兩個案子 涉及涉案的這個立委 不分藍綠 包括親民黨 所以不是像他們講的 辦綠不辦藍 之所以會有那個印象 就是特徵組成立以來 他辦了很多 這是他們一年 就是2007年4月2號成立 4月9號運作 隔年他們特徵組所做的報告 你看這邊有 我講了幾個案子 但是大部分是呂秀蓮等人 包括李懿洋 他們過去的特別廢案 那就是說因為2006年已經 查黑中心已經偵查 馬英九的特別廢案了 後來特徵組才成立 他所查的案子 大部分都是綠營 在執政的過程當中 有關的特別廢案 你說合理也合理 但是整體印象 的確會給人家感覺 是不是辦綠的比較多了 所以他們就一路以來 就用這樣的一個說法 好 我們再看 是一個書面質詢 就可以說要廢 然後你們政府全面配合嗎 有這麼草率的嗎 再第三個 除了陳志忠之外 蔡逸宇提了書面質詢 我們不管他父親怎麼樣 因為這個壞的筍子 也會出這個好的 壞的竹子也會出好的筍子 對不對 我們把它分開 但是就是說 蔡逸宇也是停扁的 然後柯建民 那當然是停扁大將 那時候會計師 會計法修正案的時候 他表面上是針對這個所謂的 教授跟這個地方的議長之類的 可是他最後也不會延 是一下講說 他最終是要讓扁能夠 最後能夠出牢籠 所以他們停扁的意味很強 那當然就會有扁案的疏願 那我們也不能否認 在這個兩位檢查總長 他們這個辦案的歷程當中 他們都是被彈劾過的 除了陳聰明之外 就是黃世民檢查 黃世民檢查總長 那個案子的源起 就是2013年的九月政爭 黃世民現在司法 關事還沒有了 確實有濫權監聽的這個部分 那洩密的案子也在查 這個我們必須要講的 濫權監聽這個 一打打到全部的立委 所以以至於當時候 在司法委員會的時候 連國民黨的立委謝國良 他都不反對要廢特徵組 而且加倍奉還 那是在委員會成案的 那我們看到在闖關二讀會的時候 有十位藍營的立委跑票 差一點要闖關成功 這都是整個歷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特徵組 他們整個辦案的過程當中 當然有瑕疵 譬如說在扁案的時候 這個就是他們後來 這個特徵組遭到糾正的 很大的一個暗遊 一個事件的主體 就是朱朝亮跟吳文忠 兩位檢察官 他們透過一個中間人 就巧克力藝人的前妻 張偉金做中間人 跟扁見了個面 還被人家拍到照片提供 所以這是當時候 陳秋名被彈劾 以及這個特徵組被糾正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號召司法改革 什麼叫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就要維持司法的獨立 那你今天檢察長 各地的地檢署檢察長 誰任命的 法務部 法務部掌管了人事跟預算權 以後的 不管是以後 以前就很多司法官 還被特徵組辦 你們都是收會的 一大堆這種司法人員 他們自己本身也涉案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預算跟人事權 都是在政府手中 掌控的情況之下 有所謂司法獨立嗎 那你說特徵組一樣嗎 不一樣 他是檢察總長 人質出了問題 那你就有監察院來監督 機構有這個 檢察院來糾正 至於說 檢察總長是要交立法院 同意權 是由你們立委諸公 要審核通過的 由檢察總長 他來領聘這個檢察官 來辦案的 要打貪官 要打大官 要打將官 要捉老虎 甚至這個老虎是不能被拔牙的 日本 你們過去常講 民進黨常講說 日本 韓國 日本有所謂特殊部 辦得虎虎身風的 現在我們要廢了 所以基於以上這個理由 如果是由執政黨 自己要廢掉這個 可能以後對我們 很奇怪 熱虎虛的這個單位 我覺得沒有正當性 民運很快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了半天 你看特徵組要廢了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聽到什麼 配套 這一廢了的話那怎麼辦 怎麼處理 辦到一半案子怎麼辦 怎麼打老虎 怎麼打權貴 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疫情 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你特徵組不是不能廢 因為特徵組現在最大的質疑 是說他現在已經淪為了 這個變成政治打手 就算你就是辦綠的話 大家覺得說你都辦扁案 辦馬的話你就說又貞結 然後就是說你怎麼樣都有話說 然後監聽案 然後又表扛 你覺得是馬英九的打手 所以他現在的問題是說 他現在已經 大家為什麼對司法沒信心 都覺得是說你這個特徵組 就是已經跟政治都是有掛鉤 都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也不否認是說 因為特徵組當初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專打總統 或是五院院長級的高階官員 還有我再還原一下 當時這個特徵組的一個真相 因為今天我特別去問 他說其實 我去問民進黨的人 他說其實當時陳水扁 是不贊成涉特徵組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已經有 茶黑這個茶黑中心 茶黑黑金茶氣中心 茶氣黑金中心 他認為說這個東西是疊床嫁物 可是那時候柯建民 就跑來跟陳水扁講說 因為現在是潮小野大 那如果說 如果你不讓他過的話 現在我們所有的預算 全部都被凍在那裡 所以後來就是陳水扁 最後沒有辦法就只好簽 就是說就讓他過 就讓他過 就讓他成立 所以他成立的 歷史的原由是在這裡 那最後要講的是說 現在有一些法界人士 也認為說特徵組 他有點破壞了這個法院 三級三審的制度 因為我們現在法院是三級三審 可是你特徵組是 因為他有他的目的性 所以他是設在 這個最高檢察署那邊 事實上我們三級三審 我們從第一級開始是 人名就是事實審 可是你看如果說你是特徵組 設到最高檢察署的話 你事實審包括法律審 你全部哈不浪當 通通都在最高檢察署 已經在三審 已經在三審的階段了 所以說這個地方 你是必須要救濟 如果說萬一你判決有錯誤的話 你連救濟機關都沒有 而且你連監督的機關 上訴的都沒得上訴 對 所以我認為說特徵組 他確實有點像變怪獸的 一個體制 那你是說至於是不是要廢 我覺得是因為你廢了之後 人民會對司法更沒有信心 因為又權貴的沒辦法打 大家會問說 原來司法改革是這樣子改的 對 就是說人民會沒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是要重建 人民對司法信心 是對特徵組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要有什麼宣誓 或什麼加強 如果說直接廢掉 恐怕也是會打擊人民 對司法 你直接廢掉 再弄一個來取代特徵組 那不是用一樣的意思嗎 這就很奇怪 有點 這才叫真的是疊從嫁無毛 是 但是廢除特徵組 我們看到這已該就是10月份 最快就是會出現 現在我們還要來談一談 等一下廣告回來 我們又要討論的就是 追討黨產不遺餘力之外 而顧力雄 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有此一說 說他其實意在什麼 要選台北市長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聊一聊 好 歡迎您繼續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我們繼續來講的就是 剛才在講說 好像這個特徵組要廢了 現在我們不知道配套在哪裡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請洪荒之力要追討黨產 現在的主角 也就是身為主委的顧力雄 他現在是關鍵人物了 宥正我今天其實聽到 他在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 他講得好像真的是當那個主委 很為難 因為他還說什麼 你看總統把我叫去 行政院長林全也在那裡 我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結果這樣子 跟我講說叫我要去接那個位子 我能怎麼說 是 我說我給顧主委一個建議 如果你這麼為難 乾脆不要接 因為說真的 你的背景也不太適合接 靜平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立法院對政黨 及其附水組織不當取得 財產處理條例 就不當擔產條例 這個著力最深的是誰 就是顧力雄 結果你看這個法案刪讀 通過兩個禮拜之後 自己就接了主委 然後自己推動了這個條例 自己去接主委 我覺得絲毫完全不會避險 而且以他的民進黨的設施 他的黨性這麼強 這個不當擔產處理 他調查委員會的這個主委 不是說要跨黨派嗎 你選擇了一個民進黨 黨性這麼強 而且曾經要在一個民進黨 本來就是要 之前要選台北市長 我不知道之後 是不是還是這樣想 你還是把這個位置當跳板 好好的辦一下 在民進黨執政前面 然後把國民黨的這個 不管有沒有 就像現在人家講 你會不會變成東廠一樣 不管有的沒有 我寧可錯殺一百 不可放過一個 反正我就辦出這個 讓民進黨及其他的支持者 還有對他的老闆交代 以便於為將來他的日後要升官 或是要去參選 更高的職位做一個跳板 所以不用講得那麼漂亮 說什麼我接這個位置 我太太也很反對 然後去了立法院 我可能到時候 被國民黨的調男 大家都罵我 有什麼衝著我來 不要找我老婆什麼 我覺得這樣好Man 那不就好棒棒 那你不要接 講那麼多廢話 我覺得說他這樣講這些 你根本就是把立法院視為無誤 你過去就是要當筷子手 重點就是自食其力 所以被人家諷刺 自己推動了那個條例 不當然想處理條例 然後自己去接主委 自己把自己推的條例給吃掉 挖田裡家他都不在乎 因為他想的是以後的前途 前途是要選台北市長嗎 孟凱 其實我們先講 顧立雄2005年 他就是民進黨的國大 然後2014年的時候 他代表民進黨 去參加這個黨內初選 到了2016年的時候 他又是不分區的立委 他就是身綠 這毋庸置疑 眾人皆知 林權跟蔡英文總統 他在總統府的時候 把顧立雄找過來 好像是以前他是 民進黨的金牌律師 現在變成是金牌打手 因為他要賦予他一個 神聖的任務是什麼 就是接這個 不當黨產的委員會的主委 好 大家記不記得 2014年的時候 顧立雄他就已經有想要 在台北市來選市長 現在柯文哲的民調 已經剩三成不到了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他接了這麼一個 爭議性的位置 之後他就可以利用 這樣的一個國家公器 來做他自己 不管是曝光也好 不管是爆料也好 反正我三天一小報 五天一大報 我就是要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去戳國民黨 可能是大街喊打人 但是小巷來做道歉 反正有無不法 我都先找出來 之後也許半年 一年的調查之後 才發覺說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可是那個時候 可能已經2017 2018了 他已經拿到他的目的性了 顧立雄先生 他自己會盡力欣喜 因為現在看起來台北市是 人人有機會 就是柯文哲好像已經 快要被換掉了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常常講是說 這感覺台語有一句俗語叫做 意思就是半斤八兩 我們可以預期的未來 不久將來 大巨蛋 國民黨 將會變成柯文哲跟顧立雄 兩個人最好的提款機 因為這兩個事情 也許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是就會被他們不斷的 一而再再再再消費 到最後他們自己拿到 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了 可是受傷的 受害的 沒有辦法得到任何利益的 將會是我們全體的國民市民 所以茗玉 他現在顧立雄接了這個主委 去強力的去追討 所謂不當黨產 是為他造勢嗎 為這個要選台北市長來暖身嗎 剛剛孟凱說了 不管有沒有辦出來都沒關係 反正我已經有曝光過了 顧立雄其實我們也很熟 我必須要幫他講一句話 他其實他的第一志願是做立委 然後第二志願才是台北市長 事實上他接這個位子 你說對他選台北市長 其實也不見得有利 因為你要知道台北市 雖然說現在是克文哲當選 但是他的結構還是藍大於綠 如果說他接討黨產 討得太過分的話 其實對藍的選民 其實觀感是不佳的 但是如果說他又討不成 然後綠的就會罵他 就會說你怎麼 好像雷聲大 余點小 你就去接這個任務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如果說他以台北市長的角度 來想的話 接這個主委對他 其實是非常不合理 看起來沒好處幹嘛去 好 但是事實上 我必須在 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事實上就我們的消息 就是第一個主委的位子 也不是他 他不是第一人選 對 那是誰 對 就我好消息的新聞來講 其實第一人選是許志雄 志氣的志 然後大雄的雄 很多人對他很陌生 很多人都對他陌生 但是他確實是蔡英文 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幕僚 你看很多蔡英文的 那種私改的白皮書 都是出自於許志雄的手筆 事實上本來當初是有傳說 是他要去接這個位子 但是又傳出說 因為司法院長的人選 這副院長可能林警方的 這個爭議性比較大 然後擔心如果林警方 過不了關的話 可能這個許志雄 會去頂這個副院長的人選 所以可能有這樣中間一個轉折 這是我們現在聽到的消息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好 那就是 顧立雄去接這個位子 坦白來講 他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 如果要講這個正當性 如果他是要去不當黨產的主委 今天他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就是要報復國民黨 我把國民黨打到死 把國民黨的財產 全部都掏光的話 其實顧立雄這個位子 他確實是OK的 他做這個位子 因為自己訂的法 自己玩 但是如果你今天講說 這個不當黨產的這個委員會 你是要做什麼促進轉型正義 然後做到什麼社會公平 追求真相 對 追求真相 其實他的這個位階是不適合的 因為他自己訂的法 自己玩 等於說這個公信力一開始就沒了 你很難再去對人民說 我這個處理是非常公平的 所以我覺得是滿難看的 所以代表民進黨是沒人了 短期之內 因為你這個條例過了 而且他很快就要上任 因為據我了解就是說 已經很多人開始在投訴了 這個委員會已經成立了 等於說大家開始投訴 你要有人去處理對不對 所以就是只好就先找他了 不好意思 我一句話補中一下 如果我說剛剛明玉姐講的是對的話 不當黨產條例20條 他就是要求說這樣的委員組成全 都是要公立客觀 而且沒有任何黨派色彩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子 顧立雄他又不是說 真的想要當這個主委的話 那蔡英文總統 林權院長 你根本就是打 通過這個黨產條例的 立法院的臉 因為你完全不尊重 這個黨產條例裡面的規範 顧立雄當初在立的時候 也根本沒有想到 他自己是主委 結果沒有想要過了之後 反而到最後被任命了 那這樣不就是互相打臉嗎 所以不只自食其力 還自打嘴巴就對了 顧立雄在整個不當黨產條例 的涉入之深 不只說他是在整個投入 而且因為在這個條例之前 國民黨要求要開公聽會 所以幾乎每一場公聽會 顧立雄都是民進黨的代表 所以你就知道 在整個這個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裡面 顧立雄的這個聲音 有多麼清楚 要主導的 對 所以你今天一個立法委員 而之前原來民進黨 找顧立雄這個運用大律師 作為不分區立委 本來是應該要運用 你在法律上的專長 結果後我們發現 你從2月1號上任之後 你全部要做的事情 只是一個不當黨產處理 對不對 然後從原來的立法者 轉身一變成為執法者 本來這個總統府還傳出一個 就是很假心心說 希望這個委員會不要濾油油的 結果你這個主委安上去一個 這什麼濾油油都 真的是濾出油來了 又當過什麼任務型的國大 又當過御用大律師 又要選台北市長 我認為顧立雄 仍然是目標在台北市長 大家想想看 現在柯文哲 以前柯文哲自己很得意 說他是去年 他說他是2015曝光最多的男明星 因為他有一堆的影片 一堆的媒體都要圍著他繞 可是現在柯文哲 他的光環已經消失 而顧立雄今天就已經去 接受這個廣播的採訪了 而且還跟你講說 他還不排除要約談馬英九 來約一約李登輝 約一約劉太英 你想想看他以後就會成為 整個媒體的焦點 你想想看以後想要選 媒體黨裡面 想要選台北市長的人 你的整個媒體的曝光度 絕對都不如顧立雄 所以我真的拜託顧立雄 你不要再假惺惺了 你的太太因為你鞠犬升天 以及身為高官 然後現在你要作為 這個清算鬥爭 國民黨黨產的一個 主要的大將 然後又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太太不希望 我來接這個位子 然後大家不要為難我太太 衝著我來就好 你們如果這麼辛苦的話 你們可以不要做 我相信民進黨裡面 人才技技 講這種話真的太假惺惺了 因為你今天在做什麼 我覺得黃子澤今天講得非常好 自食其力 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案例 真的可以列入課綱了 現在不在修課綱嗎 真的可以列入 我們真的是有沒有這樣的 一個立法委員自己修法 然後最後以後 自己你以後立法委員都提案 我要成立什麼機構 以後你就去當那個主委 當那個部長就好了 是 但是蔡政府真的不能夠 只顧著政治的算計 那麼大家還是關心的是什麼 霸道的問題 夠霸道 現在看到這個兩岸觀光極鬥 真的大家都很苦 剛剛我都講了 這是含害可以來形容了 現在我們來趕快想一想 蔡總統曾經在之前 跟我們說過什麼話 因為在去年9月 當時就說 大家都以為民進黨不歡迎陸克 他們錯了 我上任之後陸克會總量不減 這個是蔡總統說的 但是陸克現在的量有沒有減 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當時蔡英文的說法 針對陸克 我們要增加自由型 優質團 高端團的配額 來取代低價團 這樣才能夠提升觀光的品質 民進黨上台 我們絕對不會減少 陸克拉胎的總量 好 所以這個兩岸關係 兩岸的觀光旅遊 真的不能只是Let it go 靖平 言憂在耳 蔡英哥好像小朋友都很愛唱 OK 算了 看到這個小英 這個政府在520上台之後 兩岸關係幾乎是全面冰封 就像我們看到冰雪奇艷 艾莎的他的亡國的時代 你看到全民的跟旅遊業的無奈 因為這是事關百萬的民生 跟國際 民生國際的生活的要照顧 所以他卻任由兩岸的關係冰封 甚至兩岸溝通的管道都停滯 所以我就想到 剛剛講說冰雪奇艷那一首歌 稍微改編一下 Let it go Let it go I don't want anymore 我就是不要陸克 我就是不要陸克 雖然嘴巴上講 不要陸克走吧 天啊 在之前透過張錦森也 或是他本人 或是他們的相關的幕僚 就說不會兩岸的這個 陸克不會減少 會持續 而且我們歡迎 絕對歡迎繼續他們來 可是這個520之後的氛圍 請問你解決了嗎 你想想看 政府這個施政你孕育了國家的 還有兩岸關係 和當前全球的變局 要懂得變與不變 你要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英勢力導 他不是蔡英文上台之後 怎麼都強調凝聚共識 可是現在陸克不來 全民的生意 我是為什麼這樣講 不是只有觀光旅遊業的問題 受到衝擊 還有這個百貨業 旅館業 供應業 航空業 加工業 甚至連這個小販 攤販 你去問從賣飛機賣車的 到賣茶葉蛋了 你去問他有沒有受惠 去年陸克來台 是不是最大的客源 不管是各國的旅客 陸克就佔418萬人吃 最多的 你現在政府 不管你要什麼新南向 西向什麼什麼 各國的旅客都要來 大陸的旅客還是最大宗 這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結果你現在弄到 兩岸的溝通管道都封閉了 然後陸克也不來了 甚至減少一大堆 全部受到衝擊 最慘的 我自己認識很多旁邊的旅行車 還有開遊覽車的朋友 不管是靠航或開遊覽車的 聽說遊覽車現在都要賣 球上很穩 最慘的是要賣還沒人要收 因為他的遊覽車還是貸款 還沒付完 當初七八百萬一台 結果後來當初幫他代辦了 中間的這個融資單位 就說我沒有辦法幫你收 我收了之後我賣出來 我賣誰 這個債權很難解決 然後銀行也不想要 賣車他都沒市場 這我朋友自己講的 這就是遊覽車跟遊覽車業者 和遊覽車司機的一個杯歌 你有沒有想到有多少 這個家庭面臨這樣的一個處境 可是他只有想到拚政治 那經濟拚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兩岸關係 跟陸克的這個牽動影響 非常的大 政府請問你重視了嗎 還是任由這種狀況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唱的 冰雪奇緣的主題曲一樣 任由這樣的愛殺國王的魔法 你繼續讓兩岸關係 跟整個陸克的這個狀況 整個交際的交流的情況 把他給冰凍住吧 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要來繼續來聊一聊 我們看到對於這個陸克 蔡總統好像都無感 但是對於要任用酒駕的人 他好像就很有感了 這個江春男的警詞 他覺得是損失 怎麼會這樣說 稍後回來 好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其實我們要來講 剛才講對於現在 兩岸的激動 我們講到已經是到 冰雪的程度了 這個其實不是只有 觀光業的單一的問題 他其實牽連的層面 是非常的廣泛的 要正秀一下手板 讓大家來先看一下 觀光 丁和其最主要 就是因為我們有個 艾莎總統 驚駭 來 謝謝總統 這是反鳳 不是真的要謝 好 首先看到我們剛剛講到的 遊覽車閒置要賣車 而且我告訴你 要賣車人家還不收 為什麼 因為我收了你的車 你欠我錢 我收你車 我要怎麼辦 車我也賣不掉 車就不收 而且除了各大景點別人之外 還有旅館業的預言 現在是賣遊覽車 以後大家賣旅館賣房子 蔡英文你該怎麼辦 另外我們看到今天旺報 其實有提到小小的一段話 他說蔡總統上來以後 一直說要維持現狀 所以現在觀光業 還有整個產業鏈上的業者 很想問蔡總統 請問一下在觀光產業 你維持了現狀嗎 來 議員 現在維持現狀當然是跳票 因為昨天旺報 舉行的論壇我也有參加 幾乎現場的所有業者 是大吐苦水 剛剛講遊覽車 求售無門 另外在旅館業 也像我在我的選區 原來有一個BOT案 他們是一個市場的BOT案 當時他把它改建成旅館 就是為了能夠希望能夠搭上 整個陸客來台北的一個熱潮 對 是一個商機 他現在可能應該今年就可以完工 我想他已經欲哭無淚了 因為我們現在旅館在台北市 我們的整個的住房率 通通都在下降 那不只是旅館 我們在講說作為一個觀光城市來說 幾乎它所有的服務業 都跟這個觀光有相關 像台北市的夜市 我們幾個大型的夜市 在上個月我們去做統計的時候 寧夏夜市來客人數少了三成 那本來士林夜市說還好 可是最新的這個數字來了 士林夜市也明顯的受到了影響 那這就是賣水果 賣蛙煎 賣滷肉飯的 通通都會受到影響 即便是我們說台灣人 已經是最愛吃 最喜歡吃了 可是陸客大幅減少 他就會受影響 另外一個我覺得昨天業者 有提到一個我覺得是 讓我自己覺得應該最警覺的 蔡英文你不是說 你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政府 以現在的這個業者 相關的業者 大概到年底 這些裁員 也就是失業率 開始慢慢會浮現 9月份 大家都知道 9月份就要開學了 很多的問家 很多的從業人員 他們要幫孩子去付學費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現在已經有一些在反映說 會不會到他9月份 當孩子要去付學費的時候 他都會影響到 因為他已經沒有客人 甚至可能面臨到被裁員 他可能面臨是很多很多人的生計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聽起來 Elsa 冰雪公主好浪漫 可是問題是 這背後裡面是有多少人的血淚 的確 我們來看蔡總統 他關注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要問他 很多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有所謂的政策 法夾彎什麼之類的 可是常常都會看到他身影 或者是避而不談 但反倒是 在民進黨中堂會 這個場合上面 他談到了酒駕代表 江春男這件事情 然後他怎麼說 他說江春男沒有辦法履心 是對國家而言很大的損失 他很惋惜 所以這個是蔡總統的心來為嗎 而且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這是不是有一點黨國不分 因為是反而是在這個 總統職權的事情 在民進黨中常會用 黨主席的身分來談 其實現在剛好是奧運期間 每一個中華隊出去代表選手 我們都一直關心他 像最近鄭靜宜 他雖然說桌球打輸了 可是我們還是覺得水敗油龍 我們還是給他肯定跟支持 為什麼會先這樣提 是因為每一個出去代表選手 都是國內的最頂尖的分子 OK 可是江春男呢 難道我們國內的 那麼多專業的外交人員來講 沒有一個比一個酒駕的代表 來的專業嗎 如果說今天他還是執意的 要派這樣的一個酒駕大使 出去的話 那無疑就是打所有外交 專業人士的一個耳光 因為代表是說抱歉 中華民國2300萬人 沒有人比江春男更好 可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很懷疑 所以這一次 尤其剛剛講到是說 在中常會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蔡英文黨國不分 真的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他常常 最近一連串520下來之後 常常就是有潮的小孩有糖吃 沒潮的小孩我就先放著 只要看民意來做一個調整 他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這很像什麼 會好的胤子比較大 會靠的胤子比較大 就是變成是說 他會看著網路上的好評 來做一個認識 可是最後我們還是要強調 任何的中華選手代表 對他出去 即使打輸了 我們都覺得隨敗猶榮 可是這一次酒駕零榮忍 打贏了蔡政府 我們感到非常光榮 光行 很快的請您補充一下 我想副主委可能不認識 媒體的司馬文武 以及在民主進程的司馬文武 以及在對國際外交 所瞭解的司馬文武 他只認識酒駕的江春男 你可以因為酒駕零容忍 你可以把江春男罵臭罵爛 的確不對 但是他經過7天他請辭了 如果沒有發生酒駕 你說派任適不適當 我認為是適當的 你知道多少了世界各國 來台灣採訪的記者 他們第一站就去找司馬文武 這個部分可能是副主委 你不了解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在任用上面沒有問題 問題是說來酒駕 酒駕之後蔡英文 他的這個動向不明 你到底要叫他留呢 還是要把他捨掉 這個完全不作聲 這也就是說蔡總統他給人家感覺 決策的諱案 所以變成最後 江啟臣他姿子也講 我自己也有這樣 同樣的一個看法 司馬文武 最後把那個江春男給殺掉了 把要派到新加坡當大使的 代表的江春男給殺掉了 因為你用你長期資深媒體人的角度 你來看那7天所發生事情 包括你先前的酒駕那個決定 今天最新的新聞是 他跟誰聚餐 他跟金車集團 金車集團那個是在 把他們自己的自家產品 想說未來能夠 有一個好的一個銷售 其實也沒有所謂的太大的爭議 問題是說 這個他們拿出那個酒來是說 這是我們出產的 這個比較優質的 這個什麼威士忌什麼 品了 但是我不認為 你不管是品 威士忌還是什麼白乾 或者是啤酒 你喝多少 絕對你自己心裡有數 而且就不該酒駕 他不應該酒駕 也不是說你喝酒不能喝了 像我們台灣變成 完全不能喝酒 當然可以喝 當然就是說 你的酒駕問題 還有就是說 這7天有人講太晚了 太晚了 你的這個決定 不應該放任江春男自己自公 你應該是有一個民圈的註點 你早一點快刀講 你還可以保住江春男 說到江春男 茗玉 我們大家 今天我們是大陣子大報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請茗玉報掛一下 到底江春男當時 能夠快速通關四小時 就結束回家 是誰在後面推了他一把 昨天有 我有聽到一點內幕 就是說其實江春男 在酒駕的發生的第一時間 他不敢打給蔡英文 所以他跟蔡英文的關係這麼好 他可以直接跟他報掛 直接跟他報掛 直接報掛 你要跟我們報掛 不是報掛 但是他不敢打 然後他第一時間打給了黃崇燕 總統府的發言人 對 第一時間打給了黃崇燕 結果黃崇燕就 幫他轉述了給了蔡英文這樣子 然後順便也幫他處理了 這個後續的事情 是不是黃崇燕打電話去處理 我不清楚 但是事實上是 總統府應該是有做 幫他做後續的酒駕的處理 這個應該是比較可以確定的 事實上 也有講到說 為什麼蔡英文到底有沒有 到底江青人是被請辭 還是請辭這件事情 事實上就是說 就我們聽到的消息是說 其實蔡英文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猶豫不決的 因為新加坡政府 確實是很喜歡江春男 因為江春男的兩岸政策 是新加坡政府可以接受的 也就講個大白話一點 就是說新加坡政府 希望民進黨政府 在兩岸的關係當面 是可以統一點的 在九二共識的部分 蔡英文確實是不可能講 九二共識 司馬怎麼會是統的 不是 是說江春男 他提出說是可以用既有的基礎 既有去取代九二共識 這個部分 他就不承認九二共識 今天整個蔡政府 就是不承認九二共識 所以兩岸才會呈現僵局 其實我還是很想知道 所以當時黃聰業 接到電話之後 他有通知蔡總統 就第一時間有通知蔡英文這樣 所以黃聰業就打電話 去幫他處理了 還是蔡英文找人打電話 去幫江春男處理 這個是誰打電話去處理 這個我們無法查證 總統府幫他開脫了 幫他開脫這個事情 這個是確定 這件事情處理的是滿明快的 但是對於去留 好像就比較慢了一點 好 休息一會進廣告 馬上回來 好 歡迎您繼續回到 大政治大爆掛 我們剛剛因為爆掛 爆了一半了 雖然已經接近節目的尾聲了 追追追 但是還是要繼續追 追問一下名譽 因為江春男 他第一時間打給黃聰業 知道自己出包了 是不是因為他的角色 就說我是助星代表 我當然就應該要 給總統府方面來做報告 我覺得玉琳講得沒錯 因為確實他是助星代表 當然他當時的晚上 是有人要幫他健行 所以他就是也不知道說 也不知道說這麼快的時間 在第一時間一出巷子 就碰到了警察被領檢 然後他的酒測只是0.27 這件事情是在他旅行之前 所以他這件事情就出包了 而且他也知道說媒體會爆 壓不住 當然以我們是說 他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影響性會很大 可能這個位子會不保 他知不知道 其實當時沒有想到會這麼大 我覺得以他的角色 他當然如果說 我覺得說以私跟公 如果說是私來講的話 他跟蔡英文這麼熟 他可以第一時間 就直接打給蔡英文 他們兩個失聲關係 對 但是如果說 以他現在被派任 新加坡的角色 是公的角色的話 他第一時間當然是要跟總統府報備 那就是於私於公他可能也不好意思 是跟蔡英文講說 不好意思 我酒駕了這樣子 那你趕快出力 他當然不可能去做 這麼粗糙的動作 所以他當然要跟總統府報備的話 第一時間當然是打給總統府發言人 所以就是說 黃重燕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也是第一時間就是跟蔡英文 蔡總統做了報備 其實我覺得這當中 如果說你是住新加坡代表的話 你應該是跟外交部 對 你應該跟外交部 還有一件事就是 這也是聽說 當然聽說的內容就是說 這樣算第一時間 他沒有講說他自己是誰 總統府後續很明快的 幫他趕快處理 好像就是不希望新聞曝光 所以是不是有這樣子的 可能性 當然已經宣示了 就準備要去就任了 只是還沒到新加坡 人也還沒出國 當然以公剛剛明玉所講的 你當然先應該跟你的長官 外交部部長跟李大維講 你起碼要讓外交系統掌握這件事 你怎麼會跳過外交部 打電話給總統府 打電話給總統府 又打電話給發言人 雖然剛剛明玉有解釋說 他跟蔡英文關係很好 為什麼不打給蔡英文 也不可能直接去處理這種事 當然是打給黃崇業 而且以總統府發言人 這麼強勢的作風對不對 打給他 搞不好還可以把這個新聞 4466號把它這個 戳掉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新聞給蓋掉了 但是在這個 現在網路發達的時代 只包補助活 媒體 口彩這麼多 網路也這麼多 這麼多爆料公社 我覺得總統府 如果發言人還是存在著 過去這樣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新聞處理掉的話 你江春南發生這種事情 你以為沒有人會知道嗎 神不知鬼不覺 所以我覺得他打電話給總統府 就已經很明顯了 就是希望這個新聞不要平關了嘛